最近有涨劲啊 全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 你千万别在他面前提这个 不可能 他那里极高 你说什么 那日我亲眼所见 他一定有功夫在身 太副大人 久等了 小心点 大人 出事了 师兄 师兄 滚进去 师妹 师兄 师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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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 师兄 我好冷 师妹 师妹 你干什么 师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了 我师兄怎么样了 苦肉鸡又死不了人 你怎么这么说他呢 师父走了之后 我只有师兄了 我不希望他有事 若我说他一切都是在骗你呢 他不是那样的人 我去看看他 大人 不要去啊 大人 什么事啊 毛毛躁躁的 老故事的房间禁宅了 什么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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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是北齐国的人 是 还是不是 我的确是北齐派在秦国的人 但是我从未做过伤害秦国的事 我保证 天丝坊只是一个情报流转的地方 但是所有的情报都是碎片化的 我根本看不懂其中的含义 那你可知和你联络的那人是谁 我只知道他在大秦的地位不低 但至于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这么说来 你只是北齐的一枚弃子 你只是北齐的一枚弃子